真的 你还记得吗 在魔鬼天坑的时候 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你说一只青蛙找水河 却只找到了一块石头 最后他就渴死了 但是他却不知道 掀开石头里面就有一个泉沿 下面就有油原不断的泉水 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这个故事 所以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都不要放弃 好吗 如果有一天 我变得一无所有了 你还会爱我吗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有点不自信 我害怕自己 会因为一无所有 而失去你 笨蛋 在我爱上童皓的时候 他不仅一无所有 他还欠我八千五百块呢 不要总是皱着眉头 对吗 没事的时候都笑一笑 人生很难 但是不要忘记开心 可以吗 谢谢你 谦语 你记住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真的吗 真的 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这是我爸从你爸那里 得到的所有股权 现在全部还给你 同时 还有我和我妈名下的 所有股权 都无偿给你 作为当时事件的补偿 两条神明 是这些东西 可以补偿的吗 我知道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无论我们做什么 都无法弥补你所失去的 我们只是想尽量地 为药笼去赎罪 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 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 这一天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即便你们这么做 我也不会原谅你们 我不求你原谅 我只希望你能带领好森维 保住我们父亲创下的这片基业 同时 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我希望冠美渔村的项目能够继续下去 它必将成为一个好的度假村 都到现在了 你还在为叶芊瑜考虑 你是不是忘了 云一还没找到呢 云一的事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 这群世纪 不会就这么简单结束的 你真的把一切都给了许子谦 这是他应得的 有时候退让不一定是最好的和解 但是至少让我心安理得 单总 徐总监的代理律师 已经发来了起诉函 对于当年的事情 他表示要追溯到底 如果当年的事情 真的是我爸造成的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另外 徐总监把你转让股权的事情 曝光给了媒体 新闻已经出来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不然 又要被记者围堵了 太初先生 后会有期 我相信我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嗯 太初先生 后会有期 我相信我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总经理好 善君花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哪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迷之自信是从何而来 你别忘了 是你们善家害的徐子谦家破人亡 你今天这样 就是你的报应 善家对子谦的亏欠 用不着你来评判 用不着你来评判 以前森威尔的总经理 竟然跌落神坛 身败云烈 还真是挺惨 现在睦威尔延 可是它的香肠 在这样子上 随未发而来 想麻烦 当フ配的人